上个礼拜的时候呢 才传出来这个消息 是萨尔瓦多的总统 他宣布说呢 他们现在正准备要立法 将比特币列为萨尔瓦多的 法定货币 结果他速度很快耶 就在6月9号的时候呢 他已经通过了 就已经通过立法 然后呢将这个比特币 成为法定货币的法案 这是第一个 全世界第一个 从应该是从201314年 比特币开始出现之后 我们看到的 其实都是各国的打压 比如说 中国大陆现在是完全禁止交易啊 还有发行新的虚拟货币 那美国也说 他们现在要管控这里面的交易 有没有磕碎的问题 有很多的国家 他其实重点其实都是在防止 土耳其也是说 比特币交易呢 其实是违法的 因为他们都怕侵害了 自己的货币发行权 但是萨尔瓦多说 我为了要货币民主化 金融民主化 所以我要让比特币变成法定货币 我们先了解一下 萨尔瓦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国家 中美洲的小国家 我去过萨尔瓦多两次 我去过一次 你去过一次 当然我第一次去的时间点大概是 当然都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 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是1994年吧 应该是1994年 那个时候呢 萨尔瓦多呢 才刚刚结束内战 他们那时候呢 当然都是左派右派 那左派是这个反叛分子 那时候 然后呢他们就是打仗 他们其实内战好几十年了 如果我印象没有错的话 我印象中 他应该是1970年代开始出现内战 然后到1993年的时候 然后彼此之间才和解 所以他是被内战困扰了 非常多年的一个国家 那时候呢 我记得我1994年 去萨尔瓦多的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想要 特别问一些跟经贸有关的问题 所以我还去访问了他们的 经济的这个加工出口区 就类似我们的加工出口区 就有点类似 中国大陆的经济特区 你知道我们其实从首都 到那个他们的经济特区的时候 的路上 一路上是武力警察开导 我那时候就想说 为什么前后都有武力警察 在跟着我们这样子 他说因为还不平静 自然 还不平静 就那个虽然是已经和解了 然后即将要举 而且也举行了选举 也选出了新任的总统 但是还不平静 你那时候在车上会不会怕 我那时候在车上有一点点怕 因为看到他们的鹤羹时代 我真的有一点被吓到 而且因为那个路况很糟嘛 一路非常的偏僻 就越走越偏僻 那我就会真的会觉得说 好像很危险的样子 对啊 因为当然我已经很久没有去那地方 但是在我们在 我跟陈默兴 我们在跑新闻的时候呢 出去的国家 很多都有这种问题啊 你身在东南亚 你到到菲律宾也有这种问题啊 可是对啊 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从首都到加工厂 我去没有很远哦 其实车程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哦 所以我就会觉得压力 好但是但是但是 我这边要讲一下 所有当地的华侨 还有包括了当地的驻外人员 那么我跟他们聊 他们都跟我讲说 其实萨瓦多是非常勤奋的 就他们相信 他们就跟大多数的拉丁 跟美洲的国家其实不太一样 就是他们是相信勤劳这件事情的 所以他们在 就是我看了在当地这个开工厂的 这个企业我问他们 他们说其实在这边的劳工是 非常的勤劳准时 然后有耐心的 所以其实他们非常喜欢萨瓦多 但萨瓦多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国家 我们来看一下萨瓦多 萨瓦多呢 这个这个是美洲嘛 美洲这边是美国 这是美国 然后这边是墨西哥 然后呢你把这整个中美洲 放大之后 你就看到这一块 就是我圈起来的中美洲 所以它是很小的一块 然后这边放大了之后是如此 你会发现到 这边是瓜地马拉 然后这边是这个 尼加拉瓜 这边是宏都拉斯 然后这个是萨瓦多 它是这几个国家当中 面积最小的 事实上它的面积只有两万多平方公里而已 那所以它只有 它比台湾还小 台湾三分之二 它只有台湾的三分之二这么大 那它现在当然还是很贫穷 它大概只有这个 它的那个GDP呢 人均GDP只有三千多美金 台湾的十分之一 所以它是贫穷小 而相对落后的国家 然后呢 所以它完全放弃自己的货币发行权 它是2001年放弃 它本来有自己的货币 对 它现在不发行自己的货币 它干脆就全部使用美元 作为它的法定货币 所以它是 它是完全使用美元的国家 就你在这个在这个萨瓦多 你不需要去换任何别的货币 你就直接用美元 其实就可以通行无阻 因为那就是它的法定货币 2001年之后 它就以美元为法定货币 因为它觉得说 我如果要发行货币的话 这里面可能会出现 人为控制的问题 所以它放弃这个人为控制 全部交给了美国 好 关键点来了 那现在它为什么 要在美元之外 把比特币列为它的法定货币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国家的豪赌 我觉得你要 因为我们觉得虚拟货币 就是区块链当 区块链是一个好技术 但是根据区块链 所产生的虚拟货币 它到底最终会不会被人们信任 到现在还是一个问号 虽然它从去年到今年 涨得非常的多 它终究还是一个问号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要让它70%还没有银行账户的人民 都可以使用比特币 它认为这个是金融普惠 普及很重要的一步 但它没有说的 我觉得 我认为 它当然都没有公开说过 我认为这背后还是包括了 它放弃了货币发行权 它完全依赖美元 可是从去年联准会 大量的发行钞票之后 对自己的国民合理公平吗 当然不公平 你使用美元的 你就知道你的货币贬值了很多 你的进口成本会大幅的增加 就货币发行的 这个有发行权的人 以及它周遭的银行 然后在外围一圈 它其实就有点像是同心源一样 你越接近核心 你会赚越多 你越离开核心 其实你就会损失的越多 那联准会呢 从它大量发行货币之后 它跟它周遭的 这一些金融圈的人 赚最多 而越往外损失就越大 其实萨瓦多 当他决定以美元 作为他的法定货币的时候 从去年就很明显的感受到 他们现在 这某种程度等于被剥削 因为他并没有享受到 你发行货币的好处 但是美元的贬值 使得他们就自然而然的受害 所以我不敢讲说 萨瓦多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要让比特币成为他的法定货币 可是这场豪赌 这个时间点 你不能说没有背后这一个联准会大量发行钞票的因素在里头 对就美元的环境变差了 再加上美元的环境变差变好 都不是这些使用美元的国家呢 能够去智慧的 今天联准会要升息降息 要宽松 要做什么 他会问萨瓦多吗 不会 他哪里管你萨瓦多死活 所以今天当我要 当我要就是说呢 美元指数呢 是你自己要选择我做法定货币 就是当我美元指数在大跌的时候 美国顶多是考虑他自己 他会管你萨瓦多能受得了吗 换句话说呢 当美元呢 因为极端的宽松 他现在通膨到3%5%的时候 你认为萨瓦多的通膨会到多少 这是很简单的问题 美国美国这种长时间低通膨的国家 都因为他的联准会在美元采取极度宽松 近乎接近零利率的操作方式 而一定要把通膨拉起来 越过2%的警戒线到5% 还要装模作样认为不严重 还要继续撑到2023年 你认为萨瓦多撑得了吗 这是其中之一 就是我对于 当我放弃我自己的法定货币 也意味着放弃了 我总体经济操作很重要的工具 因为货币是最主要的国家工具 是自我保护的工具 换句话说 我的数位 我的货币长城就没有了 今天水冲过来 我根本没有东西挡 完全就是看看美国要放水 要关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刚刚凤卿讲了 因为这个国家的体制并不健全 这个国家因为人很少 他要发行法定货币 没有错啦 在二战之后很多新兴的独立的国家 因为货币是一个国家的主权象征 所以很多国家呢 打中了点冲胖子 去发行自己的货币 可是老实讲 发行货币啊 发行货币发行的成本还蛮高的 你要你要维持那个货币的认证的系统 就让人家要能够采认你 所以他导致很多新兴国家都遭遇到相同的问题 就是他印了很漂亮的货币 可是他的国家实力根本撑不起那个货币 他就不停的膨胀 像星巴威 京巴布韦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后面呢要加上呢 13个0 那那种的那种 有很多国家遭遇到这样的情况 所以萨尔瓦多在2001年 他干脆放弃自己的货币 我选择一个全世界都都喜欢的美元 可以吧 看起来是OK 我把我的 等于我我我在经济上面 我俯首称臣 我我承认美国呢是老大 我就完全的看你要你要你要怎么样去去去去操操作 我要我活要我死都随你一念之间 可是他现在当美元美元本身变得非常不稳定 我认为萨尔瓦多这个时候做做这个决定 你你不能说他说他笨或者他只是投机取巧 因为就像今天中国大陆在去美元化 中国大陆是在努力的要把他的法定货币数位化 萨尔瓦多呢不是萨尔瓦多是干脆选择数位货币 那也是另外一种的选择 但他都在数位化哦 其实数位化的方向是一样的 只是他选择 只是说你自己能操控或不能操控而已 对好那今天呢我选择一个 从过去呢选择一个 我我只能够呢只能够就是当当当他的奴隶 当美元的奴隶 到今天我摆脱 我真的如果摆脱美元 我选择比特币 就是我再也没有主人了 可是呢这个比特币到底把我带到了哪里 老实讲这国家哪里哪里知道 因此大家就说呢有两个问题 真的是很豪毒 对那大家就在讲了就说好那他可能 其实有我认为有些真实的理由并没有丢出来 其中一个他他说 这样子呢任何有比特币的人 如果他想要去投资 他就想要萨尔瓦多 真的吗 就是他说他他说呢所有拥有比特币 想要想要做投资 欢迎到萨尔瓦多你就不用转换 直接拿比特币 所以他觉得比特币的投资者比对萨尔瓦多有兴趣的人更多 对就很很 其实也合理 对就是就这么愿意去投资的人 那他他就可以投资萨尔瓦多 他估计可以呢可以给萨尔瓦多增加25%的GDP 那那个那个当然的我很划算听起来是这样 可是其实很多在讨论这件事情呢觉得背后应该还有一些你不知道故事就就是 比特币今天最常用的其实是在一些灰色地带的洗钱 对那你知道中美洲的这些的国家呢不管是毒品啊犯犯罪啊等等等等 黑道猖獗 对他过去选我告诉你他过去选择美元也是为了洗钱的考虑 黑帮猖獗 没有错啊就是美元美元才好才好洗嘛 因为其实黑帮也都都承认嘛 哪一个黑帮都都承认 但是现在选比特币搞不好还更好 因此呢比特币是不是有有洗钱的功能不知道因为这个国有有有有你看到现在美国两个重要的那个亥克勒俗案没没错啊 都用比特币啊 所以我就说今天他选择比特币当他的国家的法定货币 大家第一个想要说哦你又又想洗钱你的你的很多的很多的黑黑钱想要透过比特币洗白 这个可能性是存存在的 因为最麻烦的就是说因为这个国家的经济非常弱 他的他其实有有有百分之二十的GDP每年是透过在海外打工的萨尔瓦多人把钱汇回来跟过去很长时间菲律宾一样 菲律宾如果不是很多在外面呢当当外劳的当飞庸的菲律宾的经济呢过过去二三十年会非常的痛苦的 萨尔瓦多也是一样他怎么是中美洲的小小菲律宾而已 因此你不要以为说他会变成是一个潮流大家都都选择比特币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不会我觉得是少数的一个国家的豪赌 没有错啊今天的今天的美元对比特币今天一美元可以换四万 这是最新的来给你看一下 不是啊是你现在讲的是一个一个比特币可以换四万美元 你倒过来讲今天是一美元可以换十万分之二点五四万分之二十万分之二二点五的比特币 0.00025的那怎么用呢 那个大家会想说他不会用一块他一定都是用0.000几比特币啦 可是那个交易起来很麻烦这跟这跟的星巴威士倒过来星巴威士大军你为什么不把零直接打掉就好了 各位观众我必须要真的跟各位讲就是呢像唐湘荣先生呢他对比特币的缺乏概念 对所以他对于那个比特币到底如何交易这件事情你们有机会好好教育他一下 不我在我在好了没关系我的我都讲说因为比特币他同样的有一个有一个有个关卡是要是要试验就是比特币开始普遍被被讨论跟流行之后 他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泡沫化 嗯对就是实体经济泡沫化的时候才是这些炒作商品真正面对考验的时候 对那个时候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的认同你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国家的豪赌 嗯那当然其实在这过程当中呢也有一家公司也在豪赌 嗯那个叫做嗯这个嗯microstrategy嗯他呢他的豪赌是怎样他其实呢之前他先用公司的资产去买了比特币 嗯就他有部分卖在买在高点然后比特币不是从6万一直跌跌跌跌跌跌到3万吗 嗯然后呢他那个时候他现在发行公司债 嗯要发行4亿元的公司债然后再去买比特币嗯 然后另外一个豪赌的当然就是马斯克嗯马斯克最近啊其实对比特币的影响非常的大 嗯他最新的推文呢又开始说了好大家你看到这边是有人攻击马斯克啦好说他炒作比特币啊很可恶啊然后呢这边你看到这个呃马斯克就回应说这个批评是错的啊其实呢我们没有在高点呢去卖比特币我们只有卖掉十分之一而已我们还拥有很多很多的比特币那么但是后面就提了一句说但是如果比特币能够证明他百分之五十使用的是再生能源 嗯因为现在比特币其实百分之三十六已经是再生能源了嗯他的他的背后取得的那一个来源他使用的能源百分之三十六已经是再生能源主要是水利那么如果能够证明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是再生能源的话他就接受用比特币来买特斯拉嗯这个消息一宣布完了之后你就真的必须要承认马斯克就是比特币之王他讲完了之后你就看到 这个比特币就立刻狂涨百分之十嗯然后呢现在又回到了四万块钱以上这过去这一个月的时间他只要一喊话说不接受比特币来买特斯拉狂跌然后呢再加上中国大陆呢其实采取了很多的限制措施嗯美国呢要瞌睡这些事情呢都使得比特币呢一度曾经跌到三万一最近呢其实在这个三万三附近的来回挣扎嗯 结果呢马斯克一发言完了之后呢又回到四万块钱他当然还是有这一个就是一个人而影响太大的投机炒作的风险非常非常严重嗯至今仍是如此嗯就是一些比较重量级的人比如说他发行了一个比特币的ETF嗯或者是呢他可以期货交易 或者是呢这个像马斯克这样子去推文然后他有很多的追踪者然后一起跟着他追踪就是他有个人个别团体个别组织个别公司可以炒作影响过去的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在他也有政府想要掌控他的风险在但是在比特币背后有一群人的思维那有洗钱的人啊但是也有一群人的思维是各国中央银行你们这些 发行者你们所拥有的利益是你们少数人独占的嗯利用区块链这种虚拟货币才能够打破这一种国家少数人掌控货币发行权利益这一种特权利益嗯他们要打破这种特权利益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不是每一个人参与比特币的理由都是如此但是有一批人是用这样的想法在参与这些虚拟货币 革命会不会成功我要告诉各位你知道现在全华尔街投资大咖刚好两派而且是很两极化我不敢说谁会成功我没有投资我没有投资比特币只是如果那一个豪赌之下比如说像萨尔瓦多或者像马斯克或者像MicroStrategy如果他们的豪赌是成功了我跟你讲世界天翻地覆 嗯好不过这个成功很难认定啊他们讲货币货币最核心的就就是要大家认同他嗯只要大家认同他有没有实体发行单位不见得这么重要在古时候贝壳都可以当货币嗯嗯那那那为什么因为反正我我们都认同就好了我今天收进来的货收进来贝壳我下次可以用就可以了至于是谁谁 谁发行的那个那个谁谁在我没有没有人在乎在过去任何的任何的这些呢矿物拨一块只要他稀有的你认为多少用久了做多习惯哪怕只是写个字条上上面都可以认同最重要是认我我同意就比特币现在在目前的国际潮流当中再加上的一些知名人士的参与炒作就比特币的认同度提高了 虽然他的流通性使用量呃他他仍然仍然有有很大的不方便跟传统货币的认知不一样可是我比较保守对货币这件事情我我仍然认为马斯克走偏了就是他进到了一个进到了一个没有生产性的领域嗯他他真的是纯炒作嗯那也在在这个里面所有他试图跟他的实体产业的连结的部分其实都不牢靠 他终究会会跟了传统的货币发行体系背后那个所代表的各个国家的公权力他终究必须面对比特币但是最重要的是我我讲了比特币或者任何的数位货币因为从他们出现到现在才几年的时间他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像是2008年的那种的金融海啸那时候来的时候我连我我什么都不要的时候你认为我还会要比特币吗那个时候比特币会被认为像黄金一样 要保值吗这个数位黄金吗那个时候就知道